或许看到这大家很想问到底呢 年轻的一代在台湾留下这里 有没有前途可言 还是出去转一转活来 就可以有更好不同的一个发展 我们请四位来宾一块来谈 而且重点我们要提出给政府 很好的一个新的建议 来 雪恒 我就三个字这个穿在我身上 叫做快逃啊 现在如果你今天还留在台湾 等这些官员做出有利于人才的决策 你等到你学贷都付不完了 你就用脚投票赶快走 走到一个程度之后 政府就会被逼着要做出聪明的决策 否则就完蛋 如果真的台湾接下来沉沦的话 你真是人才 不要跟台湾一起沉下去 好 来 任文 印象很深刻 其实在2008年的1月 我跟马英九当时是候选人 在台中的文艺社 曾经有一个对谈 他当时就说 有一天他当上总统的话 他一定要把台湾的观光旅游业 把它振兴起来 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每天来台湾的 大陆观光客是3000人 2011年的年底已经到6000人了 今年2012年的年底会上看1万 甚至有说上看1万5000人 都有可能 那我以现在目前的工作来说 我们在做台湾第一处的观光大秀 其实就是在做一个示范 今天有这么大的观光的商机来 那我们除了凤梨酥跟高山茶 很贵的高山茶之外 我们有做什么样的准备 可以把那个商机留下来吗 事实上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可以发挥 他很大的文化跟创意的产值 但是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可以卖的 有商机的东西 想办法一起努力把商机留下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政府要 非常sensitive的一个方向 你觉得马总统当年的承诺 到现在来讲是不是太慢了呢 我觉得有点慢 有点慢 你找不到 所以这真的有把它带起来 第二步要做的是说把这个行业的产值给拉高 因为我们即使说大家都在这个行业 你们充分就会也找不到人才 可是问题来讲 我们产值相对于香港新加坡还是太低了 如果提高产值 一定要放下心中那块势头 看看人家怎么做 可是我们观光业很多 好像靠路客 各地方靠什么路客 日客也好 韩客都没有关系 中央产值要高 你要想一想说 为什么香港购物中心体系能够建立起来 我们台湾目前还有点困难 然后新加坡的赌场体系建立起来 三年内都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还在吵说赌博是不是道德问题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看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把商机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有务实来做 来郭委员 就不要搞到路客一座只有1200 那要账实 这重大钱了 其实我觉得人才出去 不一定是坏事 西班牙跟葡萄牙现在的人都在拉丁美洲 甚至葡萄牙来跑到莫山比克 因为他们早晚这个循环 他们还是有机会跑来台湾 那搞不好因为见多试广 那帮台湾带进新的 也有可能有新的一个想法 作为也有可能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悲观 但是我们自己的相关制度的建立 这个是刻不容缓的